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本场比赛杀梅特,手感不佳,篮网的进攻更加艰难。最终在猛龙多名,主力付出的情况下,人员不整的篮网,吃下败仗。即使是欧文准三双数据,也难救助。欧文本场比赛,出场37分钟,拿下28分,11篮板8助攻的准三双数据。 全场21投10中,三分线外5投2中,罚球6中6的同时防守端还送出了三次抢断,效率值高达27个人,表现无可挑剔。不过,由于欧文个人的原因,依旧会有人把篮网近期的失利怪到欧文的头上。 毕竟,作为本赛季,最大的争贯热门,最近三战二复的战绩,的确不太如人意。但数据,不会说谎,事实证明,欧文本赛季场上,表现无可挑剔。 在最近的,三场比赛中,欧文分别拿下,20分9助攻,32分8助攻,以及本场比赛的,28分,11篮板8助攻。 特别是在,险胜醍醐的比赛中,欧文更是化身就是处。比赛仅剩下一分钟时,篮网仅仅领先2分。 不过欧文连续的无解单打,和一技致命抢断,最终帮助篮网,锁定胜局,单独带队,拿下了一场胜利。 通过高阶数据来看,在篮网比分胶着的,最后一节内,欧文的使用率,是非常高的,毕竟作为联盟中,最优秀的单打手之一。 几乎没有能够,有人单防欧文。的确,欧文的表现,也是有目共睹。 欧文带领篮网,打了23场,关键时刻的比赛,16胜7负,合计57中28,命中率,49.1%,3分9,25中12,3分命中率,44%,一共拿下了87分。 足以看出,那神对于欧文,在最后时刻,是非常依赖的。甚至可以说,最后时刻,欧文是比哈登,和杜兰特更好的选择。 因此,篮网三战二赋,很难怪罪到欧文的头上。 毕竟在哈登和杜兰特,纷纷因伤缺席的情况下,欧文很难一人带领篮网,打出统治级的表现。 联盟中,最恐怖的七星战舰,如今哈登·杜兰特缺席,阿德更是宣布退役,七星战舰,甚至已经成为了欧文的一支独秀。 在季后赛中,哈登和杜兰特的伤病,都是一大隐患。 对于那神来说,关键时刻欧文,恐怕依旧会是他最依赖的球员。 文言小白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